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 2014年 哲學星期五的第一場的 表演 我們又來聊幫我們表演 請大家特別掌聲歡迎 謝謝 今天 今天我們玩的是 給我包包金馬分獎 頒獎給你 我們的包包給你 跟家包包給你很大不一樣 我們沒有同利感 我們沒有忘記設計的那個講座 聽說不貴 所以說不予忘記 我們這樣講 我們呢 一共有大概20幾個角像 因為它叫金馬分獎 我以前講金馬分獎 人家都說 這名字不一樣 肉都是奮鬥的奮 為什麼講金馬分獎 因為這個獎是綜合金馬獎 跟馬英九奮鬥館 這兩個概念合成的 馬英九奮鬥館 大家知道 就是劉振宏的正義之一 他是 勇敢於馬英九一生的成就 這麼大 都是他自己奮鬥出來的 我們也深有同感 七年的縮鬥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兩個東西 結合在一起 叫做金馬分獎 金馬分獎已經有做到五年了 從馬英九上台之後 開始做五年了 那 最早之前有這個概念的 是 中史晚報的金旅獎 我因為那時候參加金旅獎 很多次 所以我就 最後金旅獎還停辦 我就繼續 給我報告 我就繼續辦下去 那每次 我們在文法時 比較嚴格一點 就是說 以前金旅獎 他就把歷年來的這個片名 都拿來用 那總是那幾個片名 用來用去 我覺得一些有趣的片名 就被鎖定了 就一直重複使用 我覺得不對 所以我做金馬分獎的時候 我請同仁 一定把當年的台灣的電影 跟進口的電影 全部整理出來 所以總是有上幾百部片名在那邊 我們就用這幾百個片名 當作我們的片名來玩 所以每年的片名是不一樣 那獎項的分類是差不多的 我們跟金馬獎一樣 有最佳影片 最佳男女主角 配角 劇本 有分原著 改編 化妝 這類的 金馬獎有的 我們全部都有 那我們再整理出當年的新聞 把我們認為最佳的男主角 最佳的事件 整理出最佳的影片 各式各樣的項目 大體是跟金馬獎 或者是 金馬獎 經過演習 多年之後 有些獎項也更改過 可是大體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用這樣子 當作一個遊戲規則 我們每年這樣玩一次 以前呢 都是出現在另外的雜誌上面 而今年我們是跟新新聞合作 新新聞其實是最早 最早 跟金馬寶寶合作的一個單位 那個時候的總編輯是 江財劍 不是 是王健壯 王健壯 就是說 跟我們合作了很多好玩的東西 然後 我們就 跳槽到一週刊 然後最近又跳槽回新新聞 大概就是這個經過 好 最佳影片 杜維哲 九月正真 我們的片名是 國定殺戮日 巴里雙十蛋 片名 這片名都是真的 都是今年 2013年也播的電影 對面女孩殺過來了 真的殺過來了 紅鬆秋暗 玩命代價 是誰玩命呢 誰的命呢 是石破天津惡 日光 獨在 好 我們選這些 入圍者跟片名的理由 在於 好 就以巴里雙屍 其實他殺過來了時候 受害夫已經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他是先下藥 那 紅鬆秋暗這個呢 先知道這些人晚掉了多少 命 才會付出一個代價 因為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大家都注意到 歷年來許多 軍中的這個冤死案 都一個人出來 啊 死案問題呢 當然 石破天津之二 我們絕對相信 會有第三集 啊 今年可能是第三集 那一月光 好 再讀也讀不過 此故替財壇 推卸責任的政府 萬願 呃 呃 我們選的是 九月政爭 國定殺戮日 啊 我們的理由 呃 以總統 檢查總長之名 啊 展開了政治秋絕 秋絕那時候剛好有秋天嗎 那當然是國定的 啊 所以是國定殺戮日 最佳影片 今年的最佳影片 國定殺戮日 陸為者 九月政爭 所以大家開口音 是吧 那他們聽不到 啊 我就表示不說 我們其實是 非常欣賞 他們這個表現 啊 九月政爭 啊 好 我們現在是最佳 男主角 是吧 下面 陸為者 劉振宏 師 師 什麼理由呢 我們等一下要跟你講 啊 啊 如果一直來包括馬英九 馬英九 今天是個大贏家呀 啊 殭屍哪有這麼帥 啊 殭屍哪有這麼帥 啊 那另外一個 我們也不知道是誰 那我們三天召集一次的某情子手掌 香蕉傳奇三天 啊 就是用上一次香蕉 你知道嗎 啊 他的香蕉應該是不倒嬌 啊 各種香蕉都有 對吧 還有耶 陸為者 劉振馳 台灣有些片名其實 取得有一些邪門 這個沒辦法 不是我們取的 啊 這是台灣這些電影公司取的啊 英草 他那個 他的 國有這個 他的這個這個 國有地下 他還有一個招待所 啊 所以那個草 是英的 啊 啊 那黃世民 啊 切之達人 啊 啊 他真的是 那他的這個方案是 聽到保 人家是說到保 他是聽到保 啊 他發一張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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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監聽票 他真的是聽得啦啦那些 啊 監聽的那些人 啊 真的聽特征組合 聽得爽歪歪 但為什麼爽歪歪 因為真的好聽 啊 切一盒人真的好聽 啊 所以我每次 跟我朋友他講電話的時候 詹姆斯都在講一下笑話 浪捏 謝廷的人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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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路為 入惠者這麼多 我們的得獎最佳男主角 我們今年選的是 劉振宏 騙名子詩漲 哦 這個 你唸一下 我這個老話眼看不清楚 哈哈哈 理由 理由是什麼呢 由現場最大的本事 就是在把別人的家園 變成公有地 但是自己私有的處所 卻永遠不用担心被拆 OK好 好 這是我們的理由 最佳男主角 也是赵琳排班手 谢谢 最佳女主角 也是五位陆选者 没办法看这边 第一位余美人 我的老朋友 没办法公事分明 该入围的还是入围 这该死的 我真的是谈了好久 其实应该是这该死的 不爱的 没办法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 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讲 都是乐于分享 她的爱情的连续剧 第二名 赖素如 A片女神 她的名为A 她A起前来 是马团队的这个规格 她身份很多 所以她是A片女神 A是指A前的A 不是那种A片 王贵分 要命关系 因为她是在医院里面 给人家一巴掌 所以那个是跟要有关系 要命关系 她很像的 然后再过来一点 是陈巧明 日月光 日月神 神功 好像那是经文小说里面的名字 整个人的小孩 算什么叫做 陈巧明 可是我们今天的女主教 还是搬给的 陈谢一涵 我死在去年夏天 为什么呢 这东西我知道 这东西我还记得 因为她去年夏天被捕的时候 其实最后是被判死刑 所以她其实等于是去年夏天 就其实已经 对你挂了 我死在去年夏天 有一点牵强 可是这个片名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这样子解释 这是最佳女主角 第四个奖项 最佳男配角 高正丽 变名是地球人坏坏 他本来 人家第一个爆出来了 就是他说 这个人真的坏坏 可是坏坏人说 他是小坏 后面大坏的一堆 这边人说地球人看起来 好多是坏坏 这是地球人坏坏 陆维德今年有一个双人党 王金平跟柯建宁 逆转王牌 这个真是逆转王牌 这个片名我们配得好 自己称赞一下 给文琦称赞一下 陆维德谢昆宏 大家大家不太起了他 他就是要 执意要跟马英九参选党主席的 所以我们说他有志气 还有一个就是排长 就是说逃亡了十几年 最后我们知道 今年在马英九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把他放回来了 杀千刀从出江湖 从出江湖 凯旋归开 算是凯旋哦 你看他的口气很大哦 玲珑写 这其实是年底爆出来的 他的片名叫做数字战 光是你看美和市里面充满了数字 五成楼的七百人呢 这个案子变成十六棟的高度一百二十公尺 就是可以罗马两千余户的这个建案 那个里面的数字真的 作为一个政治的评论者 我们看里面的东西 在那里面的音头转向 那他坚持他是一个配角 他非常就是说不太这个就是说站在台面上面的 就把列骨难配的 那我们的这个得主呢 我们给王金平跟柯建平这个二人打 请 他被控官说不仅没事 人气还越来越旺 这不是猪羊变色 什么叫做猪羊变色 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才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马英九今年创出的一个新的 一种说这种pattern 好 这是最佳安配角 下面是最佳女配角 小S 他的面子是不劳而获 对了 他们就是说做这个生意呢 常常不劳而获 可是有的时候呢 运气不好 就上了这个报纸上的媒体 那那个时候呢 特征主也来了 什么都来了 这个就变成不劳而获 好 祸害了祸 马英南 七龙珠 Z 剧场百名 这一个东西 不是我这个年纪人知道的 还好 我们有文旗这样子的年轻人 他就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七龙珠Z 剧场百名 是跟这个可以挂钩的 就是说要发 因为还发七个简讯 给这个立委 他七龙珠里面是七个 收集七个龙珠 好像你可以干嘛干嘛的 对啊 这有个文旗跟我讲 所以呢 这个 他是给赵我换神龙 那我们就为求马英南 你的月子还争过 所以我们再跟他 七龙珠Z 剧场百 下面龙一胎 他是人参胜利主 什么人参胜利主呢 就是说也不太花什么 自己的力气 他就是胜利 另外一个好例子 就是 我们那个 颜湛的小孩 叫什么 不是 另外一个小孩 三胖 这些人太多了 就曾经写过一件东西修理这些人 那他说利用李安大作个人秀 那其实把这些搞成一个重要的配置 他就是个人生生理主的好例子 好 然后呢 是陆维者是连慧欣 给他的片名是 No No其实是一部讲智力的选举的电影 他就叫No 也没翻成中文就叫No 那我们把它变成连慧欣的这些片名 是因为当科生主问连慧欣 你是不是投资人 他说No 那你是不是老板 No 那你是不是总经理 No 反正他没有主导 问他这些他都说No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有没有获利 有没有捞到钱 那他就不好意思说No 因为是有赚到的 连慧欣的片名是No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飞 飞 名字都没有哦 叫飞 可是很有名 总统 飞 总统 飞 飞 好 就这样子吧 那个纸条很多 很多人不知道飞 写个飞 好 那我们的片名给他是 轻你跟我这样做 这也不是我最年纪的人知道的事情 轻你跟我这样做 好 那 还好我们文琪解释口语呢 他说轻是哪个单位 淘宝 淘宝 淘宝用的里面的一个词 那另外还有一个 奇摩 奇摩是用什么 水水 你看这 你搭的没有反应表达你 你这太搭 OK 结果我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 是那个淘宝都用轻 奇摩都用水水 机灵的秘书碰上成才老板 真是辛苦他了 别说我们就在飞很辛苦 他每天要注意蛮久 空间什么什么状况 我们下一个讲班的是 最佳劳野 入围的一定有谁呢 一定有黄氏的名 那片名叫做 凌晨密令 叫零点三十 凌晨密令 有成泽 爱 瞧瞧越见 我们的有成泽大导演 他竟然通路 通路了中国的摄影师到左营海军的 这个海军的这个军区去看这个军中乐园的这个军中乐园 军中乐园 大家知道了 一步骗你 一步骗你 就他被逮了 所以他是所有的陆维者里面 他真正是个导演 他真的是个导演 然后陆维者还是包刮 就让会计把这个水平安偷偷渡过的那些所有的立委 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愤怒 最后连马银酒都不得会出来道歉 然后当然 冲冲冲是第一个出来道歉 再用民兵道歉 这些人真的是以为 随便便的生命就会煮成熟饭 所以台湾就会买单 他们大错特错 都会再发发胡中贤 胡中贤是谁 胡中贤就是那个人 在那个高铁上面放炸弹 在那个地方名秘代表还是谁 那边胡住放炸弹 结果偷渡 没有偷渡 他就跑到中国去 以为呢 神不知鬼不觉了 结果呢 他在中国在他嫖妓的时候呢 就被那个公安闯进去 把他给抓起来送回台湾 所以片名叫做我的预计回忆录 一个预计 我的预计回忆录 这片名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选择 我的预计回忆录 在这个评审的那几天里面 要看很多片名 而且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对在一起 花很多时间了 我们好几个人 四个人在那边 包括就是说争议 争议整个的这个内容的 我们真的很累 总而言之呢 这家导演我们给的是黄世宇 理由 三星半夜到马云九官邸解说 一些最原始的斗争资料 想到东厂也可以培养出导演 所以最大导演 东厂真的培养出导演黄世宇 历史留名了 下面是最佳原著剧本 好 谢一涵又出现了 他今年 我们最大 百面占据的很大 他是锁命记忆 最后一直要他去想那些拼凑那些剧情 他东厅西臭的时候 里面出了很多的这个疲漏 总而言之呢 这个事实最后也是 把他的记忆拼凑出来的 第二名 不过美江 美江牧师 美江牧师是年底冒出来的 他的剧本厉害 他叫做失误招了 他说天上掉下很多钻石 我们相信那些钻石是天上 有些挂掉的人才会去天上 对不对 天上那些 哎 一定是挂掉 然后身上刚好有钻石掉下来 才会被我们的美江牧师捡到了 就是失误招力 是真的是非常的贴切 红蓝 当然你要看中国时报 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红蓝会变成我们的路为者 因为中国时报里面好像 对于红蓝夫妇好像不太满意 今天总是花很大的编子在修理他们 尤其是关于他的他的翻译的时候 飞机总动员 为什么飞机总动员 因为认为他这个翻译里面 太多飞机了 太多飞机就在一起 不是飞机总动员 是什么呢 对不对 然后是马英九 钢铁坟墓 他那个剧本厉害哦 他竟然说如果核电厂 核电厂有问题的话 可以摧毁核电厂 这是钢铁脑袋想出来的东西 就变成一个钢铁坟墓 那整个核电厂变成一个大坟墓 那全世界所有的领袖 当他们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很高兴 我永远不会去台湾 访问 谢谢 台湾不能去 钢铁坟墓 马英九在那边 很危险的 最佳元素剧本 我们最后还是给分析 总月政争 片名 十二眼 让大家掌声 多热烈点再一次 马英九 为什么叫十二眼 十二眼 风哥 你自己念 你看不到 真的 因为这个剧本从开始到完成 大概就是这个十二眼 他说从剧本的完成到剧本 崩塌 大概只经过十二眼 我们也是找到像这样子的片名 觉得比较贴切 好 最佳元素剧本 然后就是改编剧本 最佳改编剧本 入围的五个人 叶伟廷 他就是说 他是从中国台北平空虚来的 那位歌手 浮沉迷世 这个城真的是哪 在哪里啊 叶伟廷 国民党是有决待会 帝国警戒 有点要讲 范可卿 范可卿 也是年尾冒出来的 司法真风 他说黄色小鸭子全人类共同的财产 最好是 反正东西 你再坚持下去 就是法律诉讼 范可卿 那监听一文 跟二十片这个空白光碟 天青 天青就是不可泄露 对吧 不可泄露 变成空白光碟 原本里面的内容 跟后面出来的内容 是不一样 所以他是改编剧本的得主 那最后 刘震宏 就说 刘震宏是 片名叫做爸妈不在家 为什么 因为爸妈那天出去 去台北 他们趁爸妈不在家 把房子给筛了 哇 啊 结果今天今天今天不是宣布吗 啊 就郑宏 他拆的那些房子 其实是违法的 啊 可是呢 就好像 呃 陈奎霆 对啊 他讲 就是一条人命 换拿了这个司法正义 这点是很遗憾的 总言之 呃 最佳改编剧本 我们给的 国民党的这个 十九圈 再回去讲 这个 十九圈大会 好 帝国警戒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地点 时间 一改再改 警戒的程度也前所未见 好 好 现在 让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 好 下面这个 来 下面一个 最佳摄影 银 啊 陆维呢 有四个人 啊 啊 第一个是五四二旅的资讯室里面的那些人 啊 电影是 林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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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想起他们当的 人跟平民说是故意要去 去求那个林义士 可是其实 也很不错 这个名称的鞋音 也很不错 啊 然后陆维者也包括 总统就刚刚讲的嘛 媒体在拍您打瞌睡 飞 那是死条 啊 那片名叫做梦游大都会 啊 其实 蛮久不止在大都会梦游 他哪里都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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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 就冷了吧 啊 陆维者还包括 电视新闻上 那大家一直没注意 可是我们因为印象很深刻 而且觉得非常 非常好笑 对吧 啊 就是说选回最大摄影 有一天我们看新闻 看到这个 有一个小 有个小学校长 啊 他喝醉 他还是在对着电视 咆哮 对着电视在那边大声的呛声 啊 他是 这个新竹县 长安国小的校长 黄坤正 啊 啊 他讲的是他什么 呃 这个八节小朋友的校长啊 八节天使的校长啊 啊 啊 所以我们觉得他 他酒驾之后 他酒驾喝的 这酒应该是天使来的 天使威士忌 我们是因为 实在想出什么理由呢 掰成那个样子 天使威士忌 啊 然后 各位认为者啊 包括 真正一群摄影者 就是每天 就是跟着这个 那个卢贝松后面 你知道 跟拍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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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狗仔贝 把这个卢贝松 真的是惹毛了 好 片名叫做一代宗师 为什么能够把一代 特别叫一代宗师 卢贝松是个大师 你把大师都惹毛了 你不是一代宗师 你是谁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比 卢贝松 更厉害 比大师更厉害 好 但是我们把奖项 颁给了 五四二鱼 资讯室 有 关键的影像 都会自动消失 自动监视器 真的很灵异 好 很顺 好 我们的解释很顺 大家不要在那边 挑剔了 下面 颁的奖是 最佳制片 好 四个不为者民进党 他因为两个太阳草来草去 所以片名叫做太阳剧团 关锋铭 他的片名叫做极乐世界 因为爷们的这个世界里面 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全部由他编派的 就是极乐世界 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别人怎么样他是不太高 好 马银球 他的片名叫做贾伯斯 加伯斯 那我们当然最后选的是马银球 所以就先把他盖住 路雷仔包括 东升新闻台 及中天新闻台 为什么他们是最佳制片 记不记得 王台霜姐 因为他们版的中国节目 我是歌手 硬是 用一种很奇怪的字录的方式 制度到新闻节目里面 大家要知道 制片 制片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子省钱 如果要制作一个像我是歌手 这样子节目 要花很多的钱 他们就很奇怪的 就用一种制度的方式 就出现在台湾 这种制片 其实是最容易替电影公司赚钱的 所以我们把它寻入最佳制片 最佳制片 我们今年的得主 还是马英九 你片名的是Jobs 理由 因为马英九主导的黑箱符帽协议 关系到许多台湾人热后的Jobs 这样子 很多老台湾人中小企业要小心了 因为中国被扶贸台湾之后呢 中国太多的国营的港营的企业 他们都可以来台湾 那这个时候台湾的中小企业是挡不住的 好 这是今天的最佳制片 下一个 陆玄 这下一个奖项是最佳音效 陆威泽包括曹金生 片名 广言的烙印 然后 还有一个是15秒的假警报 大家也许那天正在睡觉 这家伙正在干嘛 没有听到这15秒的假警报 因为你运气好 就好像很多人大地震的时候 他睡得跟猪一样 他完全没感觉到大地震 这个是运气好 那天听到那15秒的假警报 很多人都吓到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假警报呢 是不是一千多颗飞弹已经打过来了呢 会吓到 可是呢 原来是一个假的 是发生一个错误 最后片名叫做飞虎出征 那当然真相是说 飞虎并没有出征 原来飞虎出征的话 是要巴仿是空性警报 还好 飞虎并没有出征 最佳音效 其实我们觉得今天最好笑的一件事情 是诈骗这个尹启明 尹启明是谁啊 是前金建会的这个主委 三个小鬼 没有满18岁 打电话给尹启明 说他的儿子被他们绑架了 要他付出赎尽 那那个在电话里面 这三个小孩子就装作 尹启明小孩的声音 他们俩成了 马上是开始启明 三个小孩子 一百多万 准 regulated 您启明 台湾整个金建会 那台湾的经济是在他手里的 他竟然就付出一百多万 还好在他当金建卫主委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没有打电话给他 他那时候手上几百几千亿的 他那时候那么爽 中国仿效的 他那时候要付出几亿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电影名字叫做我的意外 这就是这个电影 另外最大音效包括海军 两艘军舰 汉光演习实弹的射击 这两艘军舰卡弹 所以应该要有音效了 变成静音 有时候静音是一个油白 他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音乐 最好的音效 所以这个片名叫做封火线 他这个战火被封掉 他这个战火红的得奖是曹金生少将 他就是在这个红纵丘案里面的那一位发言人 因为他证明理由是他证明 他证明跳针必是姐姐 少将也能跳针 没有画面一直跳针 好像在唱Rap 对啊 简签 简签 那个是跳针 我们的曹金生少将 他真的跟得上师来 他也跳针 所以他是最佳音效的得主 好我们下一个讲一下 最佳简席 陆维哲包括台中市政府片名是启风 陆维哲包括环保署长沈世宏 片名叫做姬爱五四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一些有的没的 怎么把艺文界啊 什么是什么政治的外围团体啊 环保人士啊 他们也是政治的外围团体啊 讲一根有的没的 所以这里他很喜欢这个故事 五四三 五四三台语里面胡说八道意思 所以姬爱五四三 然后陆维哲也包括 附和中平网这个放鞭炮说的这些评论子 谢长廷在年中间的时候呢 去了一下香港 然后香港的中平网这个时候 就发布了一个新闻 里面特别提到 这个谢长廷的这个放鞭炮说是 跟什么有关系 我忘了 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 这个资料太多了 不见 有没有人知道 那个 福茂的事情 OK 到底是我们的这个参与者 比我 比我 比我激励 好 就跟福茂有关系 他意思是说如果成功的话 他们赶快也会放逼 好 那 他讲的话出来 当然很多 台北人是不高兴的 把他们筹马一顿 所以呢 呃 片名叫做恶枪毙命 就中平网都是说给他拉一枪 没死 台湾 又是一批这个 非常台的 非常不高兴的这种言论人 又给他拉一枪 就叫做恶枪毙命 那 那 入围者也包括中市 中市其实在去年年底 这是今年 发生的第一件 第一件事情 因为他是在去年年底 跨年的时候呢 那个清风 而不是在这个 他演唱会上面 发给了一些 这个 反媒体垄断的这个言论 结果中市呢 不太高兴 就在重播的时候 把他给剪掉了 所以是最佳剪辑奖 入围 可是呢 我们还是给了台东市政府的起风 台东市政府的起风 那个理由 等一下面 他说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说 今年不是李安回来吗 那有一位陈文倩女士呢 反正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传出李安 这个回台湾的这个机票呢 是陈文倩 陈文倩提供的 那这件事情呢 他就说哇 陈文倩真的是山西女士 可是 我后来有一天跟李安他们聊 那 其实 李安他们是不需要 这样子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善心人士的这种捐款 因为 这个 李安去任何地方 本来 这些费用呢 那个地方 本来就是应该是市政府付 就是说 邀请单位是要付 所以不必 如果邀请单位 本身没有钱 怎么可能去邀请他呢 总而言之 传出来 最后传出来是陈文倩给的 所以呢 我们最后 笔头呢 先念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 台中市政府的最佳剪辑 因为整个事情都被 请来请去 他骗你叫做起风 为什么呢 请念一下 因为呢 少民派的摊警 计票情 归功于陈文倩 嗯 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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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起风 放屁 放屁的事情 这家庭 大家知道我对陈文倩是没有意见 虽然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 我上一部电影 但是很多年之前 最后还找他一起来 所以 前面讲过就是认识 有些事情我要批评 管他是谁 最后下面呢 是最佳美术设计 将于设计 我们陈维哲有五个人 第一个是七七行馆的主人 刘正池 全面攻占 他这个十个货柜呢 攻占了地底 上面这个也攻占了 也是建的很漂亮的一个行馆 叫七七行馆 第二个设计 那个蓝鞋网的天才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天积到最后网线 他真的是最后网线 他最后得奖的大理由 给他在讲 最佳美术设计 第三个路为者 把傅昆琦的这个照片 印在这个小学生的这个 学生作业部上面的花莲县正符 我们很早看到一个县符 能够把他们县长捧得这么高 那很显然 傅昆琦是个帅哥 那片名叫做大横小传 那这个大横呢 你把这个照片印的小小的 弄在那么多的这个作业部上面 那是有一点这个大财小用 所以是大横小传 那第四个路为者 今天有个新闻我们看的 觉得非常有趣 是有一个家伙 姓谢 他把他的这个 三连式的发票变造 结果呢 领了大概上千万以上的金 他正高兴的时候呢 真的得主拿着发票 姓总统的赶过来 哎怎么闹双包 一看OK 这个姓谢的呢 其实是一个变造大王 那我们说 他是最佳美术设计 也不会过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片名叫做白日梦冒险王 他真的做白日梦冒险 真敢冒险 然后我们最佳美术设计 当然也是一个比较悲哀的 就是调黑独奶粉的这个周雅兵 你知道 就是大伯母呢 他能够把这个独奶粉搞成像一般奶粉 你说这个是不是最佳美术设计呢 今年片名里面刚好有图片子叫做最佳 要亲爱的奶奶 可是呢 因为如果摆到这边呢 奶奶 就是祖母 要改成奶奶 因为小朋友 河南的叫做奶奶 亲爱的奶奶 我们特别注音了 原来的片名是没有注音的 好 这是最佳美术设计 那他的得主是设计蓝鞋王的那个天才 好 片名最后防线 理由是什么 如果知道防线都没办法蓝住鞋子的话 马英九就认了 对 这个当初刘正宏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罪 最后防线 脸上硬是招人鞋 好 好 下面一个 这个项目是叫做最佳化妆 不会入围者一个提不提得上次多元成家 那个反多元成家那个集会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小朋友 他穿那个纳粹的这个军装 看着很帅气 可是他大概完全不知道 穿纳粹军装背后再没有了意义 因为他年纪也许太轻了 那我们给他片名叫做他还堕落 这年轻的人喜欢堕落 他 其实老实讲也不能太责怪他 因为他也是一个小家伙 第二名 入选的罗志强 片名叫做彩虹保卫队 为什么是彩虹保卫队 当然因为他入选了所以把里头先遮盖 第三个 这家化妆 打扮成机车司机 专门来载这个 这个库布扫周伟青的国安局的干员 大家也许不知道这个新闻 就是国安局最后承认 因为周伟青不喜欢这个国安局的人 就每天都带着他到这边到那边 所以他要求坐机舰车 就国安局只好拍他们其中的这个 旨人的化妆成机车司机 真的是天才单位 化妆成机车司机 你要知道化妆成机车司机 不简单的 因为机车司机有一种 你知道机车司机的职业养成 那个国安局是不懂的嘛 对吧 机车司机怎么收钱怎么付钱 去哪里 去哪里 手机开到哪里 这个机车司机 真的机车司机 是跟你要去装机车司机 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装了机车司机 你知道 你如果你看到是顾顾少 对吧 装了机车司机 就会假装成没事 可是真的机车司机 一定觉得很兴奋啦 一定会也许打个电话 哎哎哎哎 衣服人在我车上 对不对 因为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他一点表情都没有 一点反应都没有 要是我就哭不少 我就说 干这是装的 这是国安局的 一定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最佳化妆 我们给这个简直 这个国安局的概念 因为 这个 片名叫做 关键目击 因为第一夫人的所有的行程 他是全程目击的 他第一手资料 关键目击 然后最佳化妆也给了谢衣涵 谢衣涵 今年真的是露脸露大 他叫疯狂假面 片名 因为在整个案子里面 他曾经化妆成被害的那位 那位 那个 那个 他的长辈 那个 太太 去银行 去提款 他两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 他就是化妆的人家要去提款 结果被认出来 虽然被认出来 虽然被认出来 因为马英九的英权 那个叫做黄世明的 需要律师 这两位 黄姓律师呢 刚好是女律师 就出面 我们找来找去 找不到一个 比较配合的片名 刚好看到 忠烈王家 忠烈杨家将 好吧 就给这个片名吧 反正杨家将 王家将 就是改一个字 这个最接近 所以我们就把忠烈王家将 找到了一个忠烈 最接近的忠烈杨家将来取代 这是最佳化妆 为什么是化妆呢 你看起来好像是 你要为人家的这个 这个什么人权啊 有的没啦 去 去这个 去那个辩论 可是大家 其实心里面都知道 化妆是吧 那 最佳化妆 我们最后给的是罗志强 片名叫做彩虹保卫队 有 马英九的亲信准备主持节目 虽然他口调差反应慢 可是目的在捍卫马英九 电视公司只有任务 好 电视公司只有找罗志强 彩虹保卫队 这个马英九为什么要跟彩虹 这我也知道 好 我们下一个 下个目标做最佳视觉效果 陆维呢 四个人 一个蔡佩然 便比较超级情圣 因为他一直想当这个马英九的女婿 所以他很急 那当然当他也是个情圣 那他视觉效果是什么视觉效果呢 他介绍给台湾人 什么叫做人鱼线 人鱼线 终于是今年一个大家 也朗朗上口的名词 这是蔡佩然提供的 然后第二个 提委会最佳视觉效果 片名叫做林老师卡好 卡好 用台语讲片 林老师卡好 好 最佳视觉效果 第三个入围者 是行政院发言人士 片名 道年 那因为后来发现 减肥之后的行政院发言人士 只有66个人 工程 那个也不会就是每天 出来讲几句话的单位 只有66个员工 所以这些人每天到这些人在一起 一直很热闹 找道理 这一家视觉效果 还包括了德昌营照 这个营照呢 就是建这一个 台通市议会大厦的那个单位 台通市议会不是下了几天雨 他里面就开始漏水的吗 滴滴答答的 所以片名 刚好有个非常配合的片名 叫做 威尼斯我爱你 大家知道 威尼斯就是水 毒嘛 是吧 阿菲拉斯的效果 我们给了提议会 片名 林老师卡好 好 理由呢 是送温布敦女双冠军 谢淑薇 100个花瓶 然后 一字台刊一定很壮观 可是受政者清理一定也会 詛咒一去爆 叫林老师卡的文 人家得了温布跟冠军 你提委会 你什么不送 诶那个 昨天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送 这个 这个 这个学生 他有很多几百个花瓶 他就选一百个花瓶送给他 是吧 有这样子的单位 要我 也是 林老师卡 诶 我方便有什么 他们可以好不好 好 那个 要讲话 那个花瓶 我去看那个 他的好朋友叫中全 帮他录那个纪录片的 然后他就在 他的片也是那个 摔角那一部片 然后那一天他有QA厂又来了 他就送了一个那个花瓶给大家 所以我有拿过谢淑薇的花瓶 非常丑啊 ok好 然后 然后 我就把他送到那个 光人二手商店 好 看哪个倒霉的 买了 买了一个那个 林老师卡 我的这个花瓶了 啊 好 讲到中全 他今年有一部 真正的纪录片 是很老干的 他是在讲摔跤全手 呃 我们下一个 入围的 这个奖下 是最佳纪录片 四位入围者 马英九 啊 他的片名叫做 地心能力 他的这个名叫 这样摔下来 这是因为地心引力 那到最后走九点二 很下面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有地心引力 就会这样下来的 啊 然后呢 台大妇产科也会施医师 他接生的这个小baby里面呢 男生多过女生 所以呢 国民健康局呢 就约谈了他 啊 认为他呢 可能在接生上面动了手脚 动什么手脚 很像 很像是baby生 你看到他在肚子里面 你动什么手脚 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 他把这个石医生 拿来约 就是请来约谈一下 所以叫做 骗你到全面锁定 锁定就是说 在搞鬼不是啊 真的 这个石医生后来 非常的生气 以后再也不要接生了 人家是妇产科医生的 那人家生下来 就是说 每一年都是女多于男 那今年男多于女 那你就说人家是不是 因为 其实 其实因为 在中国 向海是男多于女 因为他们那边堕裁 把女民堕掉的这种风气 是 所以 有一些人 比如说国民健康局的人 马上就怀疑他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 最佳纪录片 那我们给了 这个 我们这个 入园类包括 国民健康局 诶 这单位是每天在记录人家 生产生云 是不是 最佳记录片子 那基隆市 也入园了我们 今年最佳记录片子 譬如这个悲惨事件 真的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小鸭还没抱哦 可是光是小鸭抱这件事情 就已经够悲惨 基隆今年有多悲惨 你们有没有基隆人 有没有基隆人 没有 但大家真的很幸运 啊 你知道好悲惨 你出来一个悲惨的城市 等一下让你念 好 好 第四个入园的 是 李鸿元跟高金树 他配比叫做网 附书 解 他们来来去去那些 他们私人的信件呢 外外变子信件呢 全部被马英九政府拦截 然后最后莫名其妙的全部拨户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今年最 我觉得最 对我对马英九最愤怒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 因为我每天打电话都要觉得说 我这个话能不能讲 那个话能不能讲 或者我故意要想一些 修路那些监听者的话 在电话里面 跟我的朋友在那边开玩笑 其实 马英九上台的时候 还特别强调 以后台湾绝对没有监听 往复苏解 就是说 这个他们两个人记录 最后呢 这个 因为马英九要整李鸿元 我相信 因为马英九呢 他的另外一个爱将 就是我们的江培 跟李鸿元 对 其实之间好像情节也颇生的 马英九就说 鸿元 不是 他这个江一话 一话 提名 他去整这个 李鸿元 李鸿元 他这两天不是说 我要加入党 我不许加入民进党 对不对 他可能要加入民进党 他认识的企划 总而言之 最佳记录片 我们给的是基隆市 片名叫做《悲惨世界》 你由那种 请基隆居民 基隆市的视频 来帮我们念一下 基隆官说小鸭蒙城 巨石滚肉 检视基隆 检视基隆今年的一些记录 只能说真惨 对啊 我们只讲小鸭蒙城 那我们没有讲到小鸭爆裂 因为那时候还被爆裂 对吧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今年有一件事情 是基隆出现了 那个一个很大的 一个几层楼高的石头 滚到滚到下面来 那还有一个石头 最后是被这个爆破队给干掉 是吧 可是大家开车经过那边 都两战性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石头会掉下来 那再加上这个 基隆市长闹了一件事情 所以基隆今天真的是碎 好 最佳基礎片完了之后 下面一个奖项 最佳外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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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跟外语有关系 杜维哲 甘比亚断交 片名 爱在谈指尖 昨天甘比亚还爱我们 今天又不爱了 明天可能给的钱又爱了 所以 爱在谈指尖 然后呢 杜维哲 还包括Yuki 那个涉嫌 我讲涉嫌 这个收拾这个破粪 这个就是肖 肖静腾 肖静腾 肖静腾的这件事情 变名 全家就是你家 那我就先讲了 因为米就是米田共的意思 反正你家就是米家 我就是要给你米田共 那斯海国小邀请赖树炉演讲 这件事情也列入最佳外语片 那 因为我们觉得斯海国小的校方 你们是外国人啊 你们是外国人啊 你们不知道这个赖树炉是干嘛的 你们是外国人啊 赖树炉是干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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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代表金补充 寄一封 纯正信函给我 然后我说 这纯正信函 我有衣服要看吗 我一看到 共同三个字 我就把他摆进去 我看到没头看 因为我没有 那么多美国司机 去看 每个人都寄纯正信函给我 我不累死了 我要看书 我要看人家纯正信函 我没有想到 后来他只好用搞我的方式 他说应该看一下 那实拍国小呢 骗名叫做浩劫奇迹 有那么多事情 有那么大的事情 还有人邀请你去跟小学生演讲 讲的什么 应该都是讲人生的道理 不会是在讲说 老体验的那种生活 知道 最佳万里面 然后第四个入围者 就是大家记不记得 今年一个图巴鲁大使 他因为要参加一个 巴里马拉的这个 这个总统的这个典礼呢 他呢 竟然被要求 自己坐计程车 去参加那个典礼 那其实呢 当然他也入围了 偏比叫做 幸福的快车 我们的概念是说 如果你坐官方的车 只不过你如果说 你还不如坐一部计程车 你就自己去了 就说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规矩在里面 好 结束最佳外景片 我们下面的项目是 最佳短片 入围的第一个是 杨念祖当了几天 国防部长的杨念祖 是够短了吧 对不对 就是说跟其他的这些 这个国防部长比起来 六天真的是很短 所以呢 真爱每一天 他真的是爱他每一天 当国防部长的日子 六天嘛 只爱六天就好了 最佳短片 第二个不为的是 刘正宏 叫做猎头游戏 以欧待会再讲 然后是洪秀柱 差一点 当上立法院院长的洪秀柱 因为当九月政争的时候 马英九其实 外面传说 他要把洪秀柱扶正 当立法院院长 所以那几天大概 洪秀柱以为 自己会当立法院院长 或者我们在这边拆的老 所以偏偏叫做 明天记得爱上我 后来没有当上 所以明天记得爱上我 下次再选的话 还是选我 所以他这个差一点 当上立法院院长 这个念头呢 就是《蓝花》一线最佳端片 然后呢 就是金钟奖的感言 他经典词给大家45秒 畅快人声纸片名 因为你在那边 不管讲什么东西 你45秒之内还没有结束 他的麦克风 就一直往下面 一直往下面 也是地心引力 往下面 我记得张小燕好像是抓住东西 不让他下来 所以呢 还在续曲的阶段 我看麦克风就会炸酱了 所以要唱快 甚至是要唱快一点 等于讲的是 刘正宏猎头游戏 这我还记得 我还讲 理由呢就是 那个片子他都看到了 那个鞋子在他脚里面 然后就没有了 他脚里面 他脚里面 脚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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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最佳短片 很短 猎头游戏就是鞋子的电脑 刘正宏猎头游戏 你觉得我看的就说 这边是真上美 真上美 我看的 我可以 那现在是 猎头游戏 好 我们下一个 对这个项目呢 最佳新演员 每天 都有很多新演员冒出来 我们选的这四个人 一个是蔡隆 也是比较新演的 叫七一战 蔡隆就是 前面那个 有这个 任余县的那一位小伙子 他爸爸 蔡隆 马总统的庆里家 他年纪大法 不是根据这一周刊 他不是在街头 其实在仁爱元皇 仁爱元皇那个 死亡省的外面 跟他的老朋友 在那边斗殴 你知道 这样被一周刊画出来 叫做激战 然后呢 最佳新演员 魏新 顶新魏江 其实有很几位新演员 他们有个专有名字 叫做顶新魏江 片名叫做宿主 那 第三名 最佳新演员第三个 叫王凯杰 我的性爱六堂课 去年是李宗瑞 今年是这个土耳其人 王凯杰 那 我的性爱六堂课 他们的性爱六堂课 这性爱六堂课好像 就算是中学里面有教这个 跟性爱有关系的这种课程 应该都是阅读的教材 他们的教材都是师听的教材 你知道 也许这过期来了 你知道 这是经济能力比较好 所以看来是师听的教材 这是师听的教材 林隆贤就是美和四 背后的这个传出弊案的这个 这个连开案的这个头头 林隆贤 因为这个日生生的老板 他只要肯投资 他没有不成功 我说林肯 那是林肯 林肯 肯肯 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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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只要肯 就是 就有这个 新的大型的开案 就要进行 林隆写这个 林肯 这片名真的是天才才相 无比达达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只会跟我说 这批神经病 想一想去 林肯 这个好 这个好 那个文琪 我讲的神经病是讲到知己 好 结果歌主是 鼎心卫家 肃足 为什么呢 好 因为 因为 肃足 他肃哪里呢 当然是肃 人爱路上面的 地宝 百能格加地宝 他的贷款率是99% 他如果不是最佳新演员 我真的从地宝上面跳下来 真的 他绝对是最佳新演员 鼎心卫家 好 我们下一个 项目 最佳动作设计 陆维泽 王贵芬 母亲 对不起 这个母的 这是骗名太不了了 这个母的亲路在医院 都刮了个故事的妈的 感情细状 这不叫母亲是什么 所以我说台湾的这些骗商 想骗名都是厉害的 你知道吗 他们好像可以看到说 有一个人到医院里面去 母亲 母亲 然后最佳动作设计 李涛李燕秋 看见台湾 这个理由 我等一下再讲 因为他是当选者 然后是 刘振宏 玩命车手 记不记得刘振宏 为了合理化 他拆那四户 他特别找了一辆非常大的连结车 他说 在那四户的旁边 那个道路上面 做一个很大的转弯 他说你看 我这个转弯是不是很危险 是不是 会把那四户给碰到 所以才要拆啊 对不对 他那个动作这样弄过去 你知道 是玩命车手 那个车 那个连结车司机说 倒霉 你知道 这个现场要来开车 我没办法啊 可是 动作设计是刘振宏设计的 所以给刘振宏 然后呢 是外交部 变明是特殊身份 因为特殊身份 外交部能动作真快 好像是那个电影 那个电视那个快转 有没有 他说 人家说 我如果要换个护照 好了 慢慢拿这个 两天之后来拿 可是呢 不是 因为特殊身份 哦 是副总统的外孙 那就动作快一点 然后开始办 那种开头做什么 都是这样子 一下就好 所以呢 这是最佳动作设计 好 我们来讲 李陶李燕秋为什么得奖 他的片名叫做看见台湾 因为李陶李燕秋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叫做离开TVBS 离开TVBS 离开TVBS 这个动作是很大的 再建TVBS 从此大家看见台湾 是吧 你给大家看见台湾 给它里面抛的电视呈现出来的 那 这个我想不是我熟悉的台湾 这些人是真是小事情呢 对不对 奇怪 他们的论点怎么这么奇怪 奇怪 别了别了 这东西 我有一点同意 可是也不是这样子吗 这是台湾啊 我在台湾看电视吗 结果不是 所以 当李陶李燕秋离开之后 TVBS 终于又可以看见台湾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想到的 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觉得 他们太天才了 太天才了 最佳动作设计 好 下面一个项目 终生成就奖 终生成就就是一辈子的成就 他入围的四个人 翡翠王子 李恩龙 他的片名叫做出神入化 人家以为他的这个作品出神入化 原来他说访的伎俩才是出神入化 他不是跟他太太离婚了吗 他太太就爆出来了 那作品根本就不是他做的 都是找那个什么食物在那边钓的 可见呢 台湾很多收藏家 这种蠢也是出神入化 收他的东西 一些贵的不要死 好 然后检查总长黄世民 骗名 侏罗纪公园3D 台湾的整个司法 被搞成像侏罗纪公园一样 弱肉强食 丛林法则 一堆恐龙法官 所以呢 我们用侏罗纪公园 而且是3D版 哇他看的就是说过隐蔽体的 那就是说检查总长黄世民 怕功夫可梦 所以给他终身成就奖的提名 然后是胡锦丁 这就是一个侏罗纪公园里面 才看得到的法官 王牌巨星 为什么是王牌巨星 这人贪财好事 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呢 什么都是他 包括一堆母猩猩 王牌巨星 我不是这种动物学家 所以我不知道 猴子有些时候是非常的霸道 猩猩不知道有没有 可是既然有王牌巨星这个骗名 我们就用了 然后呢 还有第四位入围者 张铿龙就是 基隆市的这个市长 骗名叫做 德州殿居杀人狂 好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你念了 我们不要再 他已经很难过了 然后又怎么又是机会呢 好来念 监察院啊 两四坦和张铿龙都没有过关 就等于说张铿龙一个人就把监院阉割了 这个拯救避害 他把监察院阉割了 那这东西要用电锯来做 应该比较有效 所以给了一个 德州电锯 杀人狂 3D的 那个血量喷出来 我们都会恐怖 3D的效果 中生成就奖 下面 另外一个奖项 哦 好了 好了 最厉害了 年度最佳台词 入园的 入园的 有龙云台 段维宇 陈启祥 刘正宏 晚中宁 花莲县府的民政处长周杰明 因为像这些人比较 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 所以我们特别把 他们的这个title也把它列进去 那也许对于这个 段维宇也许并不是那么了解 可是我等一下一讲 他的年度的最佳台词 大家就应该记起他了 那陈启祥就是这个 林义斯的案子里面就是陈启祥 那 罗志祥 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的名字好熟啊 朱学恒 当然他是因为 这句话是 骂唐相容的 还有呢 就是 美江 美江牧师 哎呦 马英九又入围了 管中宁又入围了 完中宁又入围了 完中宁又病啊 哎郭台铭 严凯太 满足的好朋友 严凯太 好 年度最佳台词 龙云台 他的台词什么呢 不会人流失火 你失火不会 你必松口气 龙云台的呢 他的声音没有那么难听 我说我忍不住要学一下 段维宇 他的台词只有三个字 三个字 最经济的入围 所以给他名字 三个字而已 陈启祥 他这句就 也是他也觉得很要求 他才会讲 他说一百个法官中 只有三个会看你一次 没贪污 就是悲鞋的三个 OK 他是很生气的 他才是有点长 有点长 然后 是刘振宏 刘振宏那个时候准备 拆这个 这个世家的时候 他说 这是老天赤免的机会 听不记得 马上拍啊 队伍马上拍出去 刘振宏 管中你的第一个入围的台词 这什么问题啊 留我都要自杀了 别人讲话就这样 你叫他留我都要自杀了 他是不是记得来问他 一边走一边讲 爷们有爷们讲话的腔调 他就讲了你啊 我都要自杀了 是这样子啊 还是做什么问题呢 连我都要自杀了 不是叫他讲 北京话都不太讲 好吗 我都要自杀了 这样子要想 好 八连县 五名镇处长周杰明 他讲什么呢 他是在新兵药录营的时候 他跟大家讲 台湾统一是必然的 我都有人不说 为什么台湾统一是必然的 那台湾全家呢 全家是不必然的吗 为什么要统一呢 奇怪了 好 所以他的那个单位里面 都是个圣诞 131600分 我说志强 他就让我任性一次 他跟马英九一讲 就让我任性一次 马英九一讲 好吧 你要让我任性一次吗 我让你任性两次都没关系 你要去TVBS帮我主持节目 好吧 就让我运性一次 是吧 任何人 你们如果跟你们的父母讲这个话 一个巴掌 什么好都不学 马英九 只要意味没有违法行为 所以不用担心 监听问题 你没有违法你担心什么呢 对不对 你不要担心嘛 你知道吗 监听就让他监听 人家也有工作 你没违法你就不要怕监听 你就不要怕监听 就好像我摆平了 就是给周北极欺负的嘛 所以我被拍到又怎么样了 我不怕也 记不记得去年年初 他不是 他不是忘了周北极在他背后吗 他也无所谓啊 你知道被骂就被骂 随时随地被周北极骂 他都无所谓 所以呢 只要 不去理会这个事情 你担心中你去骂什么呢 对不对 那就不理会嘛 只要不理会 台湾人 你管他们骂什么 台湾人骂你也不要理大 所以 立委只要没有违法行为 不要担心 先听了问题 好 好 下面这个台词 是朱学恩骂这个唐湘龙 大家都吃饭了 特地不心吃屎了 下面是郭美江我们的美江老师 他说 他说什么都会有多事 他还是五颗钻鞋 他不会多事 他见证了 然后我开始唱歌 你这个歌我会唱 然后大家可以跟着他唱歌 因为大家一边唱歌 一边看天空 这样的时间掉下来了 好 郭美江年尾报出来的天才 马英九 下面这一句 这不是官说 那什么是官说 我今天出来的 现在不小心就看到这一句 一个电视公司在做明度的回复 我每次看到马英九 神情树木的 大义凛然的 讲话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字 吃饭 真的吗 这不是官说 那什么是官说 这不是个性 那什么是个性 马英九 这一句 也是年度的台词 管周明 作员们 怎么会怕这个 是吧 作员们 怎么会怕这个 管周明 今年其实很多 我们歌爱的不少 是录回了两句 那马英九 实在没办法歌爱了 所以 还是很拨了一句 这一句就是刚才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床 整个摧毁 避免浮射外戏 以前有人 就是说 因为我们比较修复的名词 在讲一灯会 空腹力 水泥 我觉得马英九的 空腹力程度 那是真正的 空腹力 当然 空腹力 后的话 是不必怕辐射 对不对 空腹力 这种防辐射 都是要很空的 空腹力 马英九 这句话我昨天才跟一些 反合的一些朋友 在里面聚会 大家听到这句话 食欲都大 大开了 因为这句话真的很下分 然后呢 郭台铭 郭台铭有天心血的时候 我说 不要念到博士再去炸猪排 他讲错了 应该是炸鸡排 后来他就帮他更正 因为台湾 你也知道 太后版 平常他也不太去逛这种路边滩 所以他不太知道 其实炸的都是炸鸡排 所以大家就帮他改成鸡排 他讲 有必要念到博士再去炸猪排吗 他意思是说 你知道 他要那些去炸鸡排的那些人 如果是博士的话 可能要教一些什么 什么教育捐之类的 因为浪费国家很多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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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投资嘛 好 最后一个最佳台诗路选择 是 那那些人用用苹果的都是 都是黄疤的 因为他那时候喝的差不多了 那时候喝的差不多了 那时候喝的 他在我牙里面 他好高兴啊 他喝一堆酒 他为了要去挺那个西西 是吧 他就说 那些人用苹果的都是黄疤的 而且讲的就是说很嗨啊 因为他一定喝好酒喝很多 我看他旁边几个人脸都绿了 知道了 要是苹果不高的啊 那其实很多人也会在那里笑他 果然 这就被我们列入了年度的最佳台词 那些用苹果的都是王八蛋 所以我们选的是马银酒 这不是官说 那什么是官说 我们觉得这句话是经典 因为他变成一个巨型 这巨型啊 这不是 就是说我会指着马银酒说 这不是傻材 那什么才是傻材 那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什么才是什么什么 就前面讲 这是一件变成经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巨型 这种说话的一个意义 这一张呢就是今年的2013年给我报告班的2013金马奋奖的所有的内容 到这边结束 我们拍多少时间 拍了15分钟 拍了两个问题 好 我们就最后我们还是请阿开帮我去试一下 好 那 各位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15分钟时间 因为一般职业星期都有QA 所以我们现在很自由的开放三个问题 去问冯光源 问什么我们随便挑 然后只开放三个 有问有想法想问他的请举手 凤哥看两边 我自问自答 我自问自答 我们先问一下好了 凤哥你这个接下来的下一步你要做什么事 你现在做什么 我做今天来的下一步 下一个事情 因为你很想要吃宵夜的地方 因为我大妈现在还是要吃 好 回答第一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是 你吃完宵夜以后 你要去做什么 我这段下来的明天 我可能要去淡水 去收集这个 先把133时间联盟 这个罢名 吴玉森的这个联署书 那你现在罢名吴玉森到达什么阶段 我们现在是第二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第三个第二阶段呢 就是我们要收集大概三万多 接近四万还在联署 想到这个我可以就软 那可是我们还是会去做 那因为我们第一阶段 收集了六千多分的联署书 再加上后面补了 将近收集了大概一千分 一万分 所以我们前面第一阶段做得很好 我们明天 其实真正应该从今天 今天大概太忙了 王子同学 把网站今天要做出来了 那从明天开始 我们有网站可以下载这个 这个联署的这个书 可以这个寄给我们 然后礼拜天台联 然后跟我们会有一场记者会 我们要在泰山那边展开一个大的动作 那以后三十天 中选会的日子卡得很好 把我们卡到大年初一大年初二都还要工作 大年初二工作完了 马上就要把这个结果交上去 中选会跟我们说他们会在那边等 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老媒的员工 大年初二也要在那边等我们教训这个联署书 那当然我们去外面整体联署书是我们自己自愿的 所以呢就认 那中选会那位同仁呢 我们就说不好意思 抱歉 那中选会里面也有一些 就是说跟我们一样就是说 没有家庭温暖的 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好干 就是一些做一些社会运动或加班 以前中选时报都是加班的 总而言之呢 我们这三十天要收集这么多 是一个大任务 可是我们会尽量保重 好 今天我们来问第三个问题 好 那个第三个问题 Google加1 不行 Google加1 但是我怕你回答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还有其他人的问题 想要问他 那个 郭德 同志 请问你参选是选真还是选假的 跟徐九斤选有什么不同 徐九斤是我以前 捏造的一个原物 他参选过台北市市长 他参选过总统 台北市市长出了很舒服 总统出了一部假的纪录片 电商以前常常在里面 参与任何事情都要有计划 那 我的计划呢 现在也不方便讲 因为我跟所有的电视公司的人讲 当我在做一三三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专心去做 我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呢 我的团队 还是在工作 可是 当我一三三的事情结束之后 会有一个记者会 记者会上面呢 也许会宣布我的新的恋情 希望是这样子了 或者宣布一些其他的事情 大家就这样子 参与这件事 会是2014年以前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2013年 公民的参与已经露出了一个线头出来了 陈仙上湾的人站出来 因为最后国家如果再不站出来完蛋 还有这群人如果还是这样子经营台湾 以后大家是看不见台湾 所以我跟很多人决定 我们要从纯粹的参与 就是说站出来 我们可能要真正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做其他事情 包括一三三这样子的事情 一定要投入去做 你不能够再期待这一个马英九政府 你不能够再期待 现在台湾上面很多人物 能够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 什么好的结果 去年红中秋的这个案子 最后1985这些人站出来 其实是显示了一个公民的力量 这些人 你不去计较他是哪一个大 你不去计较他是哪个派系 大家计较的是他们是台湾人 无耻而已 所以身为一个台湾人 身为一个台湾市民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身为一个台湾人 介入县马一三三时间联盟 我们其实是替台湾的整个的选举罢名 创始复决 这四个基本权力 里面的罢名 要我们真正出来做些事情 成不成功 我们也不知道 就算不成功 我们会去争取私信 我们要去争取把罢名的门槛降低 这些事情也不是在这边写文章 骂人就可以做得到 过去几年我在电视上面骂人过了 用不用 没有用 真的自己用不用 郑秀林教授 就是台湾经济系的系主任 昨天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福报工丁会 他今天写的空信 给昨天参加福报工丁会的请朋友 他讲一下他的感言 我看了也觉得很有感受 贴到我们过路上面 他里面特别讲到马英九 那批人就是皮皮 那他们等待的就是 被你骂完他们之后呢 我们就让福报工 所以他们的策略很简单 笑骂 有人笑骂 反正这些人也没什么羞耻心 所以很多时候到最后 公理真正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边有我们一整套的策略 所以外面再怎么讲 再怎么吵 那是他们政党的事情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路子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步伐 不掉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我真的是 是因为这几年 像阿凯老师这批人 哲武这批人认识 一起工作 我才真的发现 台湾 其实真的要出来工作的太多 你去讲哲武 哲武 我现在在高雄 已经有固定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五 在咖啡店的时候 讲座 台南也有 渔林也有 台中快要有 台中快要有 巴黎也有 那一步一步的公民的参与 我觉得包括很多国外的很多 不管是艺术的政治的经济的 很多的所谓的革命性的东西 都是在咖啡店产生的 咖啡店向来是讨论哲学的一个地方 非常好的地方 我在纽约待了十几年 我常去的就是那么几家咖啡店 永远是在那边讨论很多事情 纽约有太多的运动 在那边展开 绘画放映的 例如说 四五年代的 抽象表现主义 初补 晚一点的 音乐的 例如说 文学的 一些新的小说 很多东西都是从咖啡店 甚至 这种地方展开的 所以 我们非常清楚 像这样子的聚会 对于一个城市 对于国家 社会的影响会有多大 那我真的非常高兴 就是说 我认识这批 那从这批的人 我认识更多的公益团体 从公益团体 我们考虑出太多的题目 太多的方向 而且 这些人都是有实践力 这些人不是说 今天突发起想 我要参与什么 参与什么 然后两天 不两天就上报 其实太多的媒体在问我 这件事情 可是我因为 我跟我的团队有一个默契 第三三之前 我不会谈任何其他事情 可是 至于说 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 包括像这样子的一个 丁马分讲 大家知道 有人问我 我们这东西跟十大恶人 就是 翟森他们做的东西 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敢问 翟森那种东西 版面上面 博得很多的版面 大家在讨论 可是大家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东西是花多少天做的 我们是花多少精力做的 是吧 我的团队只要做事情 没有 但已重塑怎么去 没有这种 你知道 忽然 忽然有事的东西 我在中国时报 将近20年 你知道 洪志明也知道 我做过太多的事情 我都是在 就是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 那我也不在乎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在中国时报 做了很多的感觉 当然最后 也让我丢掉了很多工作 因为我挡住太多人的财路 所以最后 从不同编辑 高升 成为 奉事编辑集团的协力 那是非常高的智慧 可是我 确实还是辞职 我干 因为吸水太这么高 你知道 没有感觉 那就是 觉得 我打人财入水 那我走路 这东西我能接受 所以 他已经还没有进驻 中文时报 我就闪了 那 没有头位 没有关系 是自己的事 我觉得台湾 包括 像我最近 因为浮胖认识太多 像郑教授 是吧 像郑教授 是吧 是吧 太多的教授 他们站出来 是吧 中享律师 我常老师 我觉得台湾有太多的人 都是在做事情 那我觉得我的工作之一 就是包括串联这些人 让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 更有趣的一些事情出来 让台湾变得更好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 每天花那么多时间 去批评实证 是个浪费 我这种人 真的 我如果不花那种时间 去批评实证 我的创作可以更多 那今天 我的创作也许是搞笑 也许是戏剧 也许是媒体 也许是公共 公共视野 其实都很多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不是 骗大家 我是一个很奇怪的天神 这样子 好 大概这样 彭哥现在是手上 总共有十个官司 然后 十个官司 现在剩下 七个没有 现在只有三个 还有三件 三件 七个当然都判不罪 但现在手上还有三个 那两个是进补充告他 另一个呢 是 甚至人告他 所以 所以当然他除了在做这些公共事 以后 他还要清跑法院 帮忙这些事 所以他三次真的蛮辛苦 所以他之前还有微中风 可是他在微中风的时候 8月8号微中风 他就在病床上面 召开国事会议 就开始做宪法133 8月19号正式开始 所以我想说他可以做很多人的典单 而且我觉得他是很快乐地在反抗他那种不对的事情 他也没有被他们戚风 也没有在怀忧丧失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请大家再热烈掌声鼓励他 谢谢大家 今天有报告的金马正阳 好 那我们今天又收到这边 我们是造文的传统 有些人会留下来聊天 对 九点半以后 九点半以后 因为咖啡馆让我们用钥匙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聊到两点 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在这里继续留下聊聊天 然后可以吃吃喝喝 欢迎大家留下来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 主任兴趣见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佳妮 谢谢 好